等一下 我喝醉酸了 我喝醉酸了 我跟你講 孫博士講的是對方 不是你 你不要把這個不好的事情 都往自己身上放 你不要再安慰他 酒喝太多怎麼可能呢 每天在喝 當然會自然就是 這樣子嗎 某些方面會真的無 你選擇的這個一號保全 他分析的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沒有什麼安全感 需要互助啊 這個孫博士他講的東西 也許是 好像是比較大方向來談 你看 我其實覺得人際關係 我一直走過來 這是我最珍惜的 不過所謂沒有安全感 也許是對那個愛情部分 這個安全感 可能我曾經受創過 可是我想人際關係 我是應當是還好 不過怎麼樣 這有某些呢 當然有 這個是概率啦 不是說一定每個人 針對每個人 參考用啦 對不對 像剛剛講我那個也不是事實 怎麼那個是事實 那不是事實 我本來想選那個電器用品的 我跟你講 當然呢 我們今天崔太欣小姐 回國主要是因為 她拍了兩支非常好看的廣告片 廣告 廣告片 現場拍片的花絮 我們也錄了短片 很精彩 我們不如現在來到拍片的現場 來看看崔太欣拍廣告的花絮 請看 好 Remember 我的小名叫LuLu Good 打開 台詞難不了 你睡不夠 我就搞不清楚 我快瘋了 I'm coming I'm coming 你看他講的時候 坐高 這是我最壞的一次紀錄 被你們看到了 二十幾次的NG 簡直是砸了我的招牌 我沒有關係 這是皇天不復活的辛苦 吃飯囉 不愧 真的不愧 睡覺待會就正常 正常的時候就不好玩 就瘋了 睡覺了 睡覺了 還行 睡覺了 睡覺了 好 請問一下您現在拍廣告 跟以前拍廣告有什麼心情上的不同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缺乏睡眠 那個反應就是很發狂的樣子 不過我一直就是這個印象 廣告就是睡不夠 每天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好像長時間的做睡不夠 那當然以前的廣告片沒有現在那麼舒服 那個片廠沒有冷氣 技術也進步很多 整個畫面還以後製做電腦 這個是實景拍攝的 對實景拍攝的 我們今天也來看看崔太欣小姐 以前拍的廣告 我們來看一下 有嗎 請開鏡子 有嗎 請開鏡子 有嗎 我愛天王星 我愛天王星 多久以前的車 那是幾年了 而且你看那個妝 那個時候那個是舞台妝 然後那個時候是自己化妝 自己的服裝都是自己 你就是因為他們找我拍廣告 就是要我做崔太欣 對 可是我們崔太欣小姐很敬業的 以前那時候秀場的東西都自己編排 自己策劃 現在拍廣告都一樣 自己就是一個製作人 所以當然這個廣告片跟 如果看以前的廣告片都沒有覺得不一樣 那他有什麼進步 就是有截然的不懂才叫做進步 對不對 我現在已經不化那種裝了 謝謝 穿著各方面都有感覺都是 已經脫胎換骨了 是感覺完全是不一樣 不過他的敬業是有目共睹 我們來聽聽朋友怎麼說他的經驗精神 好 來 請看 如果說人有要求的話 崔太欣他已經不是要求了 他好像是近乎苛求了 因為什麼 因為他實在對任何的事情 他都要求完美 他幾乎可以做成一種 像怎麼說就是情歌 情城 那一面這個國家就是完蛋的那種 那種局面 他很重視人家對他的看法 所以我認識到的都是優點的地方 零缺點 用什麼樣的形容詞呢 來形容崔太欣整個做事情的方法 態度跟他的執著 那麼呢 我就只能坦白的告訴大家 現在的這個現今的社會 我找不出來一個適當的形容詞 但是如果追溯到幾千年前古時候 我想他當一個武則天 絕對是當之無愧的 那可以講... 但是一定有一個咬牙切齒 好可怕 講到這個是一代女皇 武則天 那就是他們姐妹感情實在是太好了 我太嚴格了 我自己喝一杯 因為我說... 講實話都要喝一杯 對... 不過講到這個 剛剛講的是他的這個 在朋友當心目中的崔太欣 這激進完美了 他要求真的很嚴格 我聽過很多前輩說他 他節目一改再改 作秀也是如此 因為改得最完美完美為止 不要提作秀 今天我們這劇本是改了第五次啊 對... 我們跟他之前也商量很久 沒有 我們哪有本啊 我們商量了很久 困難的是你們兩位主持人 我在這裡跟你們閒聊嘛 導播說以前拍這個 崔姐的歌的時候啊 可以從今天早上九點 拍到明天早上十點 拍了三十四遍 最後他看完之後他決定說 就用前面那個第四遍就好了 那是以前要求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沒有 你曉得 其實我自己做製作人 是因為我曉得可以到什麼好 問題在這裡 如果不曉得你一直... 好像亂做也不行 對... 一遍一遍的拍是因為他可以到 我曉得我要逼迫 我的全部的員工 把他那個點達到 對... 所以觀眾才會有福啦 對... 跟他合作的人當然呢 又要求激進完美 所以我們也要聽聽朋友說 他的工作態度是如何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從我以前呢 有一段時間我是做他私人秘書 無論在國外也好 無論是在國內的舞台也好 他簡直是連... 他舞台前的化妝品怎麼擺什麼位子 他換衣服的角落 他在舞台上有幾步 有幾秒 挺好喔 他是用馬表在計時的喔 他可以說是從燈光 音響 樂隊 舞蹈 舞台的設計 走的台步 服裝 製作的內容 天啊 他真的是... 他的度量一定很大吧 所以才可以包容這麼多的東西 那很好笑就是說 他聽我演唱之後 他什麼都想學 他也想學琵琶 也想學唱 我就送他一支琵琶 他就跟我說要學 可是一直都沒來上課 他只來上過第一堂課 還是... 還是跟別人一起合唱 那個... 還是在... 我在上課的時候 他來旁聽的 可是呢 聽完之後他跟我說 好困難喔 如果我要學 我要很用心 很用功地學 那目前我太忙了 我... 我先... 先... 不要學 所以那支琵琶 就一直不敢拿回去 他說 等我有空的時候 我一定要專心來學 那時候 我在很多舞蹈教室 在教課 這堂課交完 我要趕下一個舞蹈教室 去... 教課 那台青他在這個舞蹈教室 跟我上完課以後 他竟然跟著我 到下一個舞蹈教室再上課 我沒有想到這個學生這樣 用功道跟著老師一起趕場 而且他是上課 他不是去賺錢 那崔丹心小姐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恢復身材 我們一直叫她 這個減肥大公開嘛 這個秘方 現在大家都喜歡聽啊 你如何保持控制自己身材 我們來請朋友看看她 怎麼樣控制身材 哪些秘訣呢 來...看一下 她竟然在生產完了以後 修養完了以後 大概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可能還不到兩個月吧 她的身材恢復到跟原來完全一樣 台青有沒有什麼減肥秘方 我覺得她的意識力很重要 真的 就像她在表演一樣 所以如果是她減肥秘方 能夠成功的話 我相信她就把它當成 她要上台做一個演出 什麼事情都要要求好 所以她自己要瘦 就一定會瘦 我第一次認識她的時候 她是比較豐滿的一個 一個那個... 就覺得說是一個太太型 可是到差不多一個多月 我在見到她的時候 被我嚇一跳 根本就認不出她 遠遠看完 一個...一個人親的那個小姐是誰 走進了才... 才看... 是你 你怎麼瘦那麼多 她這個結婚五個月就離婚了 可是她後來的感情生活 並沒有空虛過 空虛過 因為她不斷地有朋友的追求 有哪些人啊 很多很多 但是她有沒有接受人家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這麼漂亮的美女 誰不願意追她呢 高凌峰有沒有 高凌峰啊 原來最紅的就是要追台風 她幫高凌峰追過女朋友 幫張蒂追過女朋友 張蒂不是 幫高凌峰嗎 我在二十歲的時候 第一次國家派我出門 去美國巡迴演唱 張蒂那時候還沒把我放在眼裡 她那時候追的是另外一個女歌星 沒有辦法放在眼裡對不對 完全沒有 所以她現在得到報應了 我們很好奇 另外那個女歌星是 不行 她是唱國語還唱台語 不告訴你 姓什麼姓什麼就好 姓張 張立民 不是 不是 那不可能的 張立民 張立民都還沒有開始表演嗎 張有哪些人 姓張 好了別回憶了 你知道 張明立 我們要往那個老牌 哪裏 我都忘了這個人了 你怎麼亂講 張牆 不是 張小燕 不能 她不會唱歌 這是歌星嘛 那時候也有人主持就是 不過小燕沒去 好了 我們不能那麼八卦好不好 我們節目是有水準的 是週六播出來 現在我們對張立 雖然我們對張立不是很好 但是也不能把她跟張楊扯在一起 等於毀了她 小燕他們不是故意的 我是說毀了小燕 毀了小燕 你一直聽著 小燕這麼優秀 我自己喝一杯 我們現在只要是說謊話 就要喝一杯 你不會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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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哭 你不哭